大家好 这里是图灵完备信息科技 那我们今天来讲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的第六章 存储器层次结构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对系统的研究呢 我们是依赖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计算机的系统模型 然后是CPU自行指令 然后存储器系统为CPU存放指令和数据 那在简单模型中 那存储器系统是一个线性的字节数组 而CPU能够在一个常数时间内访问每个存储器的位置 那这个模型呢它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它跟现实中系统的工作方式还是稍微有一点区别 那实际上呢存储器系统呢它是一个具有不同容量 成本和访问时间的存储设备的层次结构 CPU寄存器呢它保存的最常用的数据 靠近CPU的小的快速的高速缓存存储器呢 作为一部分存储在相对慢速的组存储器中 数据和指令的缓冲区域 那这个组存储器呢其实就是内存 我们常说的内存 那颗层存缓存存储味 组存缓存存存在容量较大 慢速磁盘上的数据 啊 这些磁盘呢常常又作为存储在通过网络连接的其他机器的磁盘和磁带上的数据的缓冲区域 那磁盘嘛 这个大家也是很熟悉的 就硬盘 我们常说的硬盘 那这个存储器的层次结构呢 它是可行的 这个是因为与下一个更低层次的存储设备相比来说 一个编写良好的程序呢 它倾向于更频繁的访问某一个层次上的存储设备 所以呢你下一层的存储设备呢可以更慢速一点 也可以更大 就是每个比特位更便宜 那整体的效果呢就是 展现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存储器 那它的成本呢就跟你 这个层次结构最底层的 最底层就是最便宜的嘛 最便宜的存储设备呢 相当 但是呢它的 它就是可以接近于你这种层次结构顶部 存储设备的高速率向程序提供数据 那其实作为一个程序员来讲呢 我们是要理解这个存储器层次结构的 那其实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就是一个程序员 他在写程序的时候 他主要要考虑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算法与数据结构 还有一个就是存储器的这种层次结构 这两个就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程序的一个效率 那假如说你的程序需要的数据呢 是存储在CPU的寄存器中 那其实啊寄存器的速度跟CPU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在高速缓存中 那高速缓存也是比较快的 他需要4到75个周期 4到75个周期 这个周期就是 就那个CPU的那个运行的那个指令的那个周期 然后为什么是4到75呢 因为高速缓存它一般分成三级 第一级是比较快的 那就可能就是对应这个四个周期 然后第二级慢一点 然后第三级又更慢一点 那第三级可能就对应这个75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这个CPU是 AMD锐龙7 4750U 然后呢它一个一级缓存是512K 二级缓存是四兆 三级缓存是八兆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级是速度比较快 然后它容量比较小 然后三级呢它是容量比较大 然后速度又比较慢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存储在主存 主存其实就是内存嘛 那需要上百个周期 那如果存储在磁盘中呢 那磁盘就慢了 磁盘访问的这种时间单位 一般是以毫秒来计算的 那你如果是在内存中的话 它一般是以按那秒来计算的 这就差了很多了 那其实啊 这里就是计算机系统中 一个基本而持久的思想 如果你理解了系统是如何将 数据在存储器层次结构中 上上下下移动的 那你就可以编写你的 应用程序 使得它的数据像 存储在层次结构中较高的地方 那这样子的话 CPU就能更快的访问到它们 这个思想呢 其实围绕着计算机程序的一个 被称为局部性的基本属性 那具有良好局部性的程序呢 它倾向于一次又一次的访问 相同的数据像集合 或者是倾向于访问宁静的数据像集合 那具有良好局部性的程序呢 它比局部性差的程序呢 它更多的倾向于从存储器层次结构中 比较高层次的地方去访问数据像 那因此呢 它访问的运行的更快 那比如说像库瑞的i7系统 那如果不同的矩增乘法 你的程序执行相同数量的算数操作 但是如果它有不同程度的局部性 它的运行时间可以相差40倍 这个后面我们会有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那计算机技术的成功呢 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存储技术的巨大进步 一个是存储嘛 一个是CPU的运算速度 那早期的计算机呢 其实它的存储性容量是非常小的 大概只有几千字节 那最早的IBM PC呢 甚至于没有硬盘 没有硬盘 它就应该是用磁带啊 或者是那种什么 纸 打纸孔吧 打孔的纸吧 1982年呢 引入的IBM PCXT 有10兆字节的磁盘 那到了2015年呢 那典型的计算机 已经有 这里是30万倍 于PCXT的磁盘存储 那2015年 我记得我是2014年的时候 配的一台机子 当时是硬盘是500G吧 那现在呢 其实硬盘好像最小的容量 一般都是ET的 好像没有第一ET的 随机访问存储器 它分为两类 一个是静态的 还有一个是动态的 静态的这个RAM 会比动态的RAM更快 但也更贵 那SRAM它通常用来作为这个高速缓存存器 那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L1 L2 L3 它就是用这个SRAM来做的 那DRAM呢 它是用来作为主存 以及图形系统的真缓冲区 主存嘛 就是内存 内存条 那图形系统的真缓冲区 那个就是显卡的那个缓冲了 那个我们不管 那一般来说呢 一个桌面系统它的SRAM 不会超过几兆字节 但是DRAM可能有几百 或者是几千兆 那现在我们一般电脑的内存标配 可能都是16G 或者来说至少就8G SRAM它将每个位存储在一个双稳态的 存储器单元里 那每个单元呢 它是用一个六晶体管电路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它存储一个比特 它需要用到六个晶体管 那其实它是用六个晶体管组成一个电路 这个电路呢 它有一个属性呢 它可以无限期的保持在两个不同的电压配置 或者是说状态之一 那其他任何状态都是不稳定的 只有两个稳定的状态 那其实这两个稳定的状态就可以表示0和1嘛 这个存储器单元呢 它类似于这个中摆 中摆嘛 大家都知道的 中间状态是吧 它是不稳定的嘛 它一定要摆 那它是有一个右稳态还有一个左稳态 那并不说我们电路就是这样啊 只是说它的状态类似于这样 那 那 那由于这个S RAM 它有双稳态特性 那只要它有电呢 它就会永远保持它的值 动态 RAM 那动态 RAM就是DRAM DRAM DRAM的话它将每个位存储为 对一个电容的充电 那这个电容呢 它非常小 通常是这么一个单位啊 这个非常小了 30乘以10的-15 法拉 DRAM呢 它可以制造的比较密集 每个单元呢 由一个电容和一个访问晶体管组成 但是呢 跟S RAM不一样 就DRAM呢 它这个存储器单元 对干扰是比较敏感的 那如果它这个电容的电压被扰乱之后呢 它就永远不会恢复了 那而且呢 还会有漏电 它会漏电 那就导致你这个DRAM电源呢 在10到100毫秒时间内会失去电荷 但是呢 计算机运行的速度 它是很快的嘛 它是以纳秒来衡量的 所以说你这个10到100毫秒 还是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那其实啊 内存系统呢 它会周期性的 读出你这个 读出你内存的数据 然后重写 来刷新你内存的每一位 嗯 嗯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通过这种重新 嗯 重新写 来解决这个漏电的问题 嗯 嗯 那这边呢是sran和dran的一个对比 那晶体管sran是6个啊 dran是一个 那访问时间呢sran更快 然后dran更慢 然后呢 啊 当然价格sran肯定就更贵了 啊 dran呢就更便宜 啊 dran dran晶片中的呃单元呢 其实就比特嘛 就是位 被分成啊 第一个超单元 嗯 它其实是 呃 它超单元会被组织成一个 二行C列的长方形阵列 嗯 那这里是rc r乘以c等于d 呃d d乘以w 啊 d乘以w的dran总共存储了dw位信息 那每个超单元呢 它有形如啊 i z的地址啊 i表示行 z表示列 啊 那我们来看这边的一个例子 这里是一个啊 128位 然后是16乘8的啊 dran晶片的一个视图 啊 dran 它就是有啊 d就是16个16个超单元 然后每个超单元有啊 w等于8位 那因为我我们都知道的嘛 你内存单个位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嘛 所以我们内存一般最小单位都是按啊 一个字节就是8个位来衡量的 啊 那r是四行啊 c是四列 嗯 嗯 嗯 它 它 它有 它有8个 8个data的引脚 那 这个8个data嘛 就能传出一个字节 传入或者是传出一个字节 啊 以及两两个啊 这个地址引脚 那他们就能携带啊 两位的航和列的啊 超单元地址 这边有一个内部航缓冲区 啊 那每个data的芯片呢 它被连接到啊 某个称为内存控制器的电路 那这个电路呢 可以一次传送w位到这个啊 每个data芯片 或者是一次从啊 每个data芯片传出w位 啊 为了读出超单元 i z的内容呢 内存控制器 会将行地址i 发送到dran 然后呢 是列地址z 啊 也就是说 它不是同时传送这个 行地址和列地址 它是先传送行地址 然后再传送啊 列地址 那dran呢 就会把这个超单元ij的内容呢 发回给控制器 作为响应 那行地址i呢 称为啊 啊 road assess 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 is 我们简称is 请求 然后列地址z呢 啊 称为cas 请求 那其实is 和cas 请求呢 它其实是共享相同的一个地址引脚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啊 这边是 啊 还是这个 啊 6-6-4 啊 6-3中这个 要读出这个单元 啊 21 它就先发送行地址2 行地址2 那就如图6-4a 啊 行地址2它就 它这个时候就会把这个啊 这一行的数据啊 给复制到一个内部的行缓冲区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啊 内存控制器又会发送列地址1嘛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从这个啊 航缓冲区里面就是啊 复制出这这一个这一列的 这一个格子的内容 然后啊 就是这一个是8位嘛 然后就把它从那个啊 这个data这边 发送到这个内存控制器 那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啊 啊 那个啊 行地址和列地址 要用一个一个引脚呢 他啊 就是你这个d址 为什么要组织成一个二维阵链呢 而不是一个线性数组呢 啊 那这个原因就是为了降低 你这个芯片上的啊 地址引脚的数量 那假如说你这边是被组织成一个16个超单元的线性 数组 那它的地址就是0-15嘛 那你的芯片呢 就会要啊 四个地址引脚 啊 就不是这边的两个了 那你组织成二维二维阵列的话 它就可以节省这个地址引脚 那缺点呢 就是它必须要分两次嘛 啊 不是分两步发送地址啊 第一步发送行 第二步发送列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访问时间就 啊 会更多一些 啊 那这边是一个啊 八个六十四兆比特的啊 的低润芯片 然后它其实就是总共就存储六十四兆 啊 B嘛 这个是B 这个大B是字节嘛 啊 那其实就是就是啊 这个这个图里面 这图里面 然后 它分成是啊 八个低润芯片 然后呢啊 然后这边是每每个就是提供提供啊 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 然后八个就是啊 每次 每次就是啊 读取六十四个六十四个比特 那这边是其实啊 低润 它也分很多种 这个是啊 这个这个不是很重要 这个大家可以 啊 了解一下就行 嗯 那这边是讲这个是啊 啊 这边是我们 嗯 它当时是 因为这本书 大概是二零一零年左右吧 出的 所以它当时是用的DDR3 嗯 但我们现在用主要用的是DDR4 嗯 那马上那个DDR5就要出来了 啊 那其实呢 嗯 不管是DRAN还是SRAN呢 它如果断电的话 它都会丢失信息 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它们都是意思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叫非意思性啊 存储器 那这种其实就是在关电以后呢 啊 它仍然会保存的信息 嗯 嗯 嗯 虽然啊 虽然这种就是ROM嘛 它有的类型它既可以读也可以写 那但是总体上它们都被称为只读存储器 嗯 嗯 嗯 有这种啊 批容 还有这种啊 一批容 啊 还有这种闪存 闪存我们会比较熟悉 闪存包括像那个U盘啊 啊 包括像固态啊 啊 固态硬盘啊 它里面用的就是闪存 那数据流呢 它是通过啊 称为 总线的这种啊 这种共享电子电路呢 在处理器和Dran主存之间啊 来来回回 啊 那每次CPU和主存之间的数据传送呢 都是通过一系列的步骤来完成的啊 那这些步骤呢 称为总线事物 啊 读事物呢 是从组存啊 传送数据到CPU 然后呢 写事物是从CPU传送数据到组存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图就类似于这样子 然后啊 这这个是CPU 然后啊 有一个IO桥 啊 然后这边是一个组存 啊 我们考虑一下如果CPU啊 执行一个加载操作呢 就是啊 Move Move A A是一个啊 啊 D子 内存D子 A的内容 然后这边是 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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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是一个组存器嘛 那D 这里呢 就是D子A的内容会被加载到啊 啊 组存器AX中 啊 那 啊 其实这边是啊 这就是一个读事物嘛 它是由三个步骤组成的啊 首先呢 啊 CPU会将D子A放到系统总线上 啊 CPU将D子A放到D子总线上 啊 然后呢 啊 啊 从内存总线 啊 不是 接下来是那个 Io桥会将这个信号传递到啊 啊 内存总线 那接下来呢 啊 组存 感觉到内存总线上的D子信号啊 从内存总线读D子 啊 从D run 取出这个数据字 然后呢 啊 就是 并且把数据写到内存总线 Io桥呢 将内存总线信号翻译成啊 系统总线信号 然后沿着系统总线传递 啊 那这边啊 就是CPU将D子A放到这个啊 内存总线上啊 啊 那这里呢 这里就是啊 组存呢 从总线读出A 读出A 然后取出这个啊 内容 然后X 然后把X放到这个总线上 然后呢 第三步就是啊 CPU从总线读出这个X 然后把它复制到这个 寄存器 RX中 那反过来嘛 反过来CPU就是 执行这个存储操作 就是把这个 RX的内容存到这个啊 内存A D子A上面 那其实就是一个啊 反过来的反过来的一个啊 操作 然后D子A放到这边 是吧 然后 然后把这个啊 数据之外呢 放到总线上 然后接下来就是啊 主持人呢 从这个总线读取数据之外 啊 并把它存储到这个D子D子A里面 啊 那磁盘呢 磁盘它是啊 就是 保存大量数据的一个存储设备 那存储数据的量级呢 可以到 啊 一般而言现在是啊 T 啊 一般至少是1T吧 啊 但是呢 啊 从磁盘上 它读 读信息的时间呢 为毫秒级 它就比D转呢 慢了10万倍 比S转呢 慢了100万倍 啊 磁盘的构造呢 它是由盘片构成的啊 反正 这个这个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了 啊 然后呢 它盘片是可以旋转的 通常呢 是五千四到一万五转每分钟 啊 我们用的 PCG上 一般的是七千两百转吧 就是那个硬盘 一般是七千两百转 那盘片呢 它会 它分好多个 嗯 有好多个名词吧 这个是叫磁道 磁道是一圈一圈的 然后呢 啊 还有一个叫柱面 柱面 柱面是多个多个盘片 嗯 同一个磁道 这个叫柱面 啊 这里什么记录密度啊 磁道密度啊 面密度啊 这个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 不是不是很重要 这个公司 其实也不用记 啊 有一个可能要记的 就是 啊 制造商呢 它是以这个 啊 Gb或者是Tb为单位来表达这个磁盘容量的 那 它这边1Gb呢 是等于10的9次方的字节 然后1Tb是10的12次方 呃 但是计算机里面不是按那个 呃 1024 是吧 呃 1024 然后它这边 所以 所以你看到这是1T的这个硬盘 其实你能用的大概只有900多兆 它这个区别就在于这个 呃 这个1024和1000的这个区别 嗯 啊 啊 就是这边这边 啊 就是这边这边有讲 这边有讲 啊 这这边会 会比较重要一点 磁盘的操作 磁盘操作 它大概可以分成 有 啊 就是你从磁盘读取数据的时候 其实它的时间可以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叫做寻道时间 啊 第二个叫做旋转时间 那第三个就是传送时间 啊 那寻道时间呢 就是为了读取某个目标散区的内容 啊 你这个传动币 首先要将你这个 这个 池头 就读写头定位到包含目标散区的池道上 那这个 你移动这个啊 传动币需要的时间就称为寻道时间 那这个寻道时间呢 那这个寻道时间呢 通常是三到 九毫秒 那最大呢 可以高达二十毫秒 那还有一个叫旋转时间 就一旦你的读写头定位到了你期望的一个池道 那 那 那你这个 其实你这个盘变还还还要 一般而言还要旋转旋转到你 旋转到你这个目标散区 到你这个池头下面你才能去读这个数据 那这个旋转呢 啊 他也是啊 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那这个时间是这种什么 啊 啊 他是他不是有一个转速吗 就五千四到一万五的那个转速 那个是 那个单位是什么呢 是一分钟 然后这个时间呢 大概可以 这么一个换算 这么一个换算 嗯 然后的话 假如比如说这边是七千二的话 那就是一除以七千二 然后乘以六十六十秒 那这个是最大的旋转延迟 就比如说你那个目标散区 刚刚经过你这个读写头 那他要转一圈才能回来 那有一个平均 平均就是一 一是一般是你这个最大最大旋转的一个一半 一半 然后还有一个传送时间 传送时间就是实际的啊 去读取数据的一个时间 那这边是平均旋转 对于这个这个磁盘来讲 它的参数是七千二百转每分钟嘛 然后这边是 这个寻道时间是9毫秒 然后这个每条尺道的平均闪去数是400 那它的一个平均旋转延迟呢 是4毫秒 然后呢它的平均传送时间呢 是0.02毫秒 那其实传送的时间呢 是很少的 你这个旋转和你寻道的时间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般而言 磁盘这个东西就是尽量要做到 顺序顺序读取 它就 它就会效率比较高 你如果是随机的话 它就很慢 那这边其实 连接Io设备 Io设备包括像图形卡 像显示器 像鼠标 键盘和磁盘 这些都是通过这个 Io总线 那Io总线呢 它其实是 会连接的很多很多不同的设备 然后这些设备呢 它是 类型很不一样 所以它其实是 有 三种 三种总线 Io总线它会连接到三种 三种总线 一种是通用串型总线 就是USB USB嘛 连我们的鼠标键盘 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它的USB的速度会比较慢 然后呢 还有一种就是 专门用于这种显卡的这种 总线吧 一般是PCIe吧 PCIe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熟 因为我基本上没用显卡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主机总线适配器 它一般就是黏那个 黏磁盘的 比如说SATA 或者是SCSI 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一个总线的一个示例 有一个专门的内存总线 是粘内存的 然后有Io总线 它会粘这三种 USB 然后图形适配器 其实就是显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主要黏磁盘的 CPU呢 它会 使用一种称呼 它称为内存映射IO的技术 来向这个IO设备发 应该是发送命令 这边发射应该是错了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它是 它是会 发送一个命令到这个磁盘控制器 叫要读数据嘛 然后呢 磁盘控制器呢 会读取扇区 并执行到主存的一个DMA传送 那这个是不需要经过CPU的 然后呢 这个DMA 传送完成了之后呢 它就会 这个磁盘控制器呢 会用中断的方式呢 通知CPU 那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的 你磁盘读读的时候 读写的时候 读写的时候 它是比较慢的嘛 所以啊 这个传送中间不经过CPU 那CPU就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这样子就是啊 对CPU会更好一些 固态硬盘呢 它是啊 一种基于闪存的一个啊 存储技术 那固态硬盘 它就不像我们那种 机械硬盘 机械硬盘 机械硬盘是靠这个旋转的嘛 它是机械运动 那固态硬盘呢 它没有机械运动 它是啊 它是通过电路访问的 所以它速度会比 啊 机械硬盘会快得多 那这边是一个啊 固态硬盘的一个啊 性能性能的一些指标吧 这个性能啊 这些这些性能 一般而言会比机械硬盘啊 要强得多 啊 那我们可以啊 看一下啊 啊 存储技术的一个趋势 啊 那不同的存储技术呢 啊 它有不同的价格和啊 性能折衷 你SRAM啊 比DRAM快一点啊 然后你DRAM呢 又比持盘要快得多 那 另一方面呢 你快速的存储呢 总是比你慢速存储要贵 啊 比如说SRAM是吧 它的造价比DRAM高 那DRAM的造价呢 又比持盘高 那SSD呢 就是固态吧 固态呢 它又 它的价格就位于啊 DRAM和这个机械 机械硬盘磁盘之间 它的性能也是位于这两者之间 它的价格也是位于这两者之间 啊 这些是一些啊 SRAM的啊 发展趋势啊 过往的发展趋势 这个是DRAM过往的一个发展趋势 然后 这个是啊 就 机械 机械 机械硬盘的一个发展趋势 然后这个是CPU的一个发展趋势 嗯 啊 这一节其实 主要是讲硬件吧 嗯 这 啊 不是特别重要吧 嗯 但是大家 啊 要有一些概念 就是一个 啊 一个速度 速度 速度和 速度和容量 容量的概念 然后 还有就是 啊 硬盘 硬盘它的一个 啊 时间 是分成 寻到时间 啊 旋转延迟和读取时间 嗯 主要就是这样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啊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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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